另外一半我们怎么样去理它呢 我们就因为这两个产品是e-try的 是旋转过去的 所以的话我们另外一半的去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装备复制过去就可以了 点击装备里面的一个装备拷贝 选择这些物体确定它 然后我们显示开始我们分模的那些坐标 我们以这一个坐标下面这个坐标 移动到另外一边这个坐标 好 这是相同的产品不窃取 我们不仅窃取它 我们手动去窃取它 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就隐藏这些面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对号码进行一个距离 激活号码 把这个号码分割 以这个平面来切取它 然后在这里画一条线 作为一条竹 以这条竹来旋转呢 现在是两个实体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合并 好 合并了之后 我们有看到这些面 有一些是相同的平面的面 它现在显示的是两个面 所以我们对那些面进行组合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面 如果我们可以诺益 这些面 不是易热的 最后来看看 就消散的 最后面 我们把铁定的 在这里 重岖 可以 送个铁定的 好,号码已经处理完备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它进行一个切槽了 切槽的方法呢就跟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,号码已经处理完备了 好,号码已经处理了 好,号码已经处理完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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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把这些不料了的直接清去掉它 这个面做一个工艺距离 偏制一毫米 避空位 接下来切去这一个厂机的位置 好,号码已经处理完备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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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号码就可以了 好,号码abytes MARK 好,号码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是从这个面开始往下装螺丝的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面 创建两个点 这两个点就是这个圆孔的中心 首先选它为参照 换两个点 好 退去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高度是不高的 现在编辑参数 修改它的高度 好 这样子确定它 然后我们看到这只鞋导致还没有进行切曲 我们隐藏 换围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还剩了一点点 这边也是的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公益区 好 确定它 好 确定它 再来看一下其它的 行为上的操作大体有一定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也没有进行超过 这样子就会发现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